好了,我現在就來到 Mega Box 我就打算做一件很無聊的事 近來因為疫情關係 就沒得去旅行 有很多人就去了玩 Staycation 就是住酒店 有些就去 Flycation 例如是本港環島遊 飛上天下來 有些公海遊 近來也有聽過 有些玩法叫 Buscation 就是走巴士 遊香港 我今天就來帶大家來到 Mega Box 就打算玩這件事是超級無聊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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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先調整角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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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熊今天就是來玩 Exculator Cation 來吧 我們一起玩吧 那為何要選來 Mega Box 玩呢 因為我覺得 Mega Box 是一個超級高的商場 如果要走到頂端的地方 如果要走到頂端的地方 應該是走到頂端的話 是超級久的 那我現在就打算挑戰一次 那其實 Mega Box 呢 我之前已經拍過一次了 我還好像不知分了兩段或三段片出 那在我 在我 拍片的比較初期的時候 就拍的 如果有興趣看的朋友 就去那邊找回吧 那這條Exculator 都頗長 其實這個玩法 其實就是我上次去南田站的時候 就突然覺得 嘩 這麼長的一條扶梭電梯 還有兩條 那後來呢 我就覺得 喂 不是啦 還有沒有些再瘋一點的地方呢 後來我想一下 我就覺得 最瘋應該是 會不會是時代廣場呢 還是 Mega Box 呢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來 Mega Box 試一次了 就是這樣 都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但是 希望大家 不要介意 因為這裡有德國寶 繼續上 幸好前面那個是男士 那如果有女士的話 可能我就要 另一面了 那這裡就是 我剛剛走的第三條扶手電梯 那這裡就是 由五樓到八樓的扶手電梯來的 那就上了 八樓 那有很多店都 都 不足一介紹了 之前已經拍過一次 Mega Box 今天專注回在 這個 Exculator Cation 那裡 好 好了 第四條扶手電梯 這裏就會上了十樓的 那看一看這裏 其實沿途風景都不錯的 這裏 那這一層呢 就會有個流冰場的 那通常這個中數呢 都是做一些 這裏 叫做 Ice Hockey 為主 那但是 今天呢 就 沒有比賽 那裏 清洗著 那裏 那裏 那裏每天呢 都要這樣一整整 去鋪回一些冰的 如果不是呢 那裏那些 冰碎呢 會飛出來 那裏 那裏 持久 那裏 就越來越犯了 那裏 那裏其實最重要是 打點水下去 撥回雲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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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Cinema那裏 那裏 那裏 一二三四 這裏 第六條 伏駛電梯 好像是 數多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去 沒錯,第六條 上了12樓 好 去了 歡樂天地那裏 那裏 那裏就繼續走 那裏 那裏 也有些 就是 給小朋友玩的 機動遊戲 那現在再上了 十三樓 這裏 這裏呢 其實就有一堆食屎 那樣啦 Palais 1 京川湖 這裏 再上了 這裏就會上了十四樓 這裏可以見到一架裝飾的車 那裏可以見到一架裝飾的車 那我之前都已經拍過了 這裏就不特別拍了 這裏再上去十五樓 這裏就會去了 Gouji 還未到 十六 十五樓了 現在 那其實我上次呢 就 都有走過一下這些停車場 那次就拍得比較仔細 差不多整個 Mega Box 每一個位置都拍光了 這裏上就去了十六樓 這裏上就去了十六樓 那十六樓都是餐廳為主 好了 再上了 十七樓 以前十七樓呢 是New Way來的 那現在還有沒有New Way呢 我就不知道 應該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New Way 都 閉嘴了 這個New Way 其實挺有趣的 好像一個迷宮 做到 那這裏呢 就是最頂樓了 十八樓 是 Gouji Gym來的 那其實你平日Flycation也好 Buscation也好 其實你上到頂 你都是會回頭回家的 是嗎 所以我就 現在開始下去了 那當然啦 那你如果 熱麻煩的話 你可以考慮下去 就不是玩這個 Exculator Cation 你可以玩Lift Cation 都可以的 那這個就 Depends on你自己啦 而我今天呢 就是繼續走這個 Exculator Cation 的路線 那就是沿路下去 XD A 這一層就停車場為主 15樓 有人剛剛玩完這個Lift Cation 去拿回自己的車 然後就再進行這個Lift Cation 這裡就是中式食市那層 這次的Lift Cation 是沒有餐飲的 提供的 即是如果你想有餐飲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在現在的傢俬 買個熱狗餐 可以一邊吃著熱狗 一邊喝著可樂 然後進行這個Lift Cation 好 回來這裡應該是12樓 感覺已經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這裡 歡樂天地 自由天地 自由天地 GH Cinemas 原本是UA UA 全線結業 這裡可以順便看一看這盞燈 沿途有風景 有流冰場 有食屎 有食屎 我先轉一轉位先 因為我不行調整尾 我想有一個比較開陽的景觀 好 是時候了 就是十樓下樓 正在去着八楼 其实有些分支路线 你喜欢的话,其实那边都有不同的 Escalator 可以使用 那边就十楼去九楼 九楼去八楼,八楼去七楼 都可以的 那我今天就选择了一条快捷的路线 那这儿就是八楼去五楼的 你可以這樣說,捷徑 其實它都有其他扶手電梯 是可以在那邊繼續由八樓去回七樓 七樓去回六樓,六樓去回五樓 有少少路要走 這樣吧,我就不搞那麼多了 選了一條快捷的路線 來到五樓 五樓這裏,其實可以去四樓現在加C 四樓、三樓,再回二樓都可以 現在下去 這裏就會bypass 四樓的現在加C 三樓的現在加C 二樓的千色店 不是千色店,而是EON 然後就直接來一樓 然後就在一樓 落回來 地面 其實這裏都還有一些可以下去下面的那層搭shutter bus 都還可以搭多次扶手電梯 不過我今天就沒有打算走這條支線了 好,今天這一個 Exculator occasion之旅 就差不多完結了 就走回來這個 Mega Box 的正門 看著這個牌 今次還有沒有人會路過 阻礙我攝影呢? 希望沒有 這個Mega Box 的牌 好,今天的Exculator occasion之旅 已經完結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